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川普访日前两天,女儿伊凡卡,Iveca Trump先行造访日本,整个日本掀起一阵伊凡卡旋风,除了家境优渥,名模出身,兼顾家庭事业,更能畅谈多项议题,让许多日本女性将她视为偶像,但专家认为伊凡卡会受日本女性欢迎。 事实上正反映出日本社会跟身地固的男女不平等,以及安倍经济学的失败。 至英国电讯报报道,近期的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对川普的信任度只有24%,因此伊凡卡先行访日,只有台生川普欢迎程度的用意。 而伊凡卡访日也确实造成日本媒体疯狂,她从成田机场下西,充满民怨气息对大众打招呼的画面被媒体不断播放。 伊凡卡是有三个孩子的职业妇女,能兼顾责任并过着华贵的生活,可以说是人生胜利组的她,被日本媒体称为现代公主的原型。 而伊凡卡三日也在日本东京的国际女性会议会上发表演说,畅谈女性企业家精神与职场平等,但现场冷冷清清。 主办单位表示出席人数太少是因为维安界被过于森严,但日本政府给足面子,首相安倍晋三也出席此会议,并呼应伊凡卡演讲的内容,特别强调自己上任来推动的女性经济学。 但报道指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表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在144个国家中排名114,国会议员中女性比例只有14%,日本是男女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国家。 专家表示,社会现状无法支援家庭照顾孩子,以及职场上过时的性别不平等,都是日本大多数职场女性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与伊凡卡的生活有显著的差异。 美国天普大学日本分校Touch的亚洲研究学科主任金士顿Jeff Kingston教授表示,许多职业妇女对伊凡卡的生活风格抱有憧憬,但日本许多日本女性都是处于低心,缺乏保障,看不到未来的派遣职位。 另外,这就是安倍经济学悲哀的现实伊凡卡所展现的东西就像迪士尼频道一般与多数日本女性所体验到的单调日常完全无关,是不可能实现的天真幻想。 另外,金士顿更认为伊凡卡的演说也有其政治含义,借由宣扬女性在职场上的活跃与职场的性别平等,隐晦指出安倍经济学的失败,但以和缓的方式来表达川普对于日本的失望。